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彪悍气息的男子走了出来 他盯着还剩下的一个人说 夏家也不能带走我联邦航行的天才 卡萨诺见来人立刻欣喜地叫道 喜利 就算你是联邦航行的总教官 也不能杀我夏家的人 剩下的夏家男子立声喝道 可喜利根本没有理睬这个人 他只是看着谭真曼和须地说 你恨不错 放心 他夏家再嚣张 也不能带走我联邦航行的人 卡萨诺守之 立即安排谭真曼疗伤 然后我带他离开这里 在来启书室的途中 喜利早就将一切调查得清清楚楚 谭真曼满分通过了三星考核后 夏家的人想要来带走他 却被他直接击杀了四个 谭真曼在逃回启书室时 则被夏家的人再度围追堵截 我夏家一直很尊重联邦航行 也一直很尊重你西里教官 但我夏家并不怕你联邦航行 我夏家的人也不是谁都能随意杀害 联邦航行也不行 一个有些阴冷的声音传来 接着走出来一名身穿黄衣的男子 这男子身材有一米八五左右 明明是个男子 却有着一张瓜子脸 这让他看起来颇有些诡异 在男子身后 则有五名身着恶衣的健硕大汉 夏疯狂 西里可以无视夏家的其他人 但却无法无视眼前这夏疯狂 夏疯狂的名字不是他自己起的 而是在地缘星自己打出来的 当年就是这瓜子脸的男人 在地缘星杀戮了不计其数的凶兽 此人一旦陷入战斗状态 就会有一种疯狂的举动 无论对手是人还是凶兽 他若不杀死 那就绝对不退后 虽然西里没和他动过手 但也知道他也是一个强者 现在西里很清楚夏疯狂和他相距甚远 但他并不能杀了夏疯狂 地球上的强者本来就不多 若是夏疯狂死了 那也是一大损失 你不是我的对手 就算是你们全部上 也不是我的对手 西里平静地说 当年我不和你打 不是怕你 而是因为你联邦航星 是我夏家的金主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你西里有没有资格再做那第一 夏疯狂边跨向西里 边开口说 将那个杀我夏家的女人带走 阻拦者杀无赦 温婷此言 跟着夏疯狂一道的大案 直谱谈真慢 西里冷哼一声 一拳哄向了夏疯狂 同时张手一洒 六道寒光 直射而出 六道血光见出 包括之前 留在观星广场上 那名夏家人一起 六个人直接扑倒在地 每个人的脖子 都是被刀光盾穿 谭真慢有些愣神 他看着倒在地上的六个人 心头有些发颤 刚刚六人扑向他的时候 他也有所反应 但是因为受伤 他短刀都还没拔出来 而西里 只是一撒手便是六柄飞刀 击杀六人 这份本事 他现在肯定是没有 同时 他也看清楚了冷兵器的强大 如果用手枪的话 绝对无法一次杀掉六个 而此时 西里的拳头和夏疯狂的拳头 对轰一处 夏疯狂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在半空中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跌坐在地 震惊地看着西里 他肯定 在自己离开了地缘星之后 西里的实力至少上升了两倍不止 当年的西里 绝对没有这么厉害 他夏家的情报 失误了 我不杀你 你回去吧 告诉夏游先生 我连帮航星和夏家 依然是合作关系 西里看着躺在地上的夏疯狂 平静地说 夏疯狂没有回答 只从妖记 拔出了一个只有两寸的圆筒 扔了出去 一道璀璨光芒冲向天空 即便现在是白天 那璀璨的光芒 仍旧驱散了灰蒙蒙的雾气 耀眼无比 西里看向冲向天空的烟花 皱起了眉头 夏疯狂 就算你让夏家来再多的人 也无济于事 若你夏家 敢在奇书市动用热武器 别怪联邦航星不客气 夏疯狂 则只是冰冷地盯着西里 半个字也不说 是吗 一个突兀的声音响起来 接着 西里惊骇地发现 广场上突兀地多出了一个人 此人是一个看上去年轻无比的男子 你是何人 西里心头狂震 常年在地缘星与凶兽战斗 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眼前这个人甚至比很多的凶兽都更加的可怕 尽管对方尚未动手 但那种压抑的气息却让他喘不过气了 他西里怎么说也是第一强者 在地缘星还颇有奇遇 如此简单就被对方压制 长期与凶兽战斗培养出的坚定意志 让西里高鹤一声 跨前一步一拳轰了出去 既然你这么相信你的拳头 那我也给你一拳吧 男子轻飘飘地说着 同样是一拳轰了出来 两拳相交 西里清晰地听到了骨骼碎裂的声音 和之前的吓疯狂一样 他飞到半空 吐出了一口鲜血 你 你到底是谁 为何如此强大 西里跌坐在地上 眼中全是惊骇 夏至 年轻男子赞胆地说着 同时慢慢走向了西里 坦真慢冲过去 将西里一把扶起来 惊慌地看着眼前的年轻男人 你不能杀西里教官 我夏至想要杀谁 还没人能够拦 也没有任何人能 原本我还以为来起书室 不过是顺路 没想到还真需要我出手 夏至哈哈一笑 谭真慢自己切地说 若是你不杀西里教官 我告诉你们 我的秘密 谭真慢很清楚 夏家想抓他 还不是因为他身上有秘密 夏至停下脚步 眼神冰冷地盯着谭真慢 说 谭真慢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那种决定他生死的目光和寒意 他强忍住内心的害怕说 是一个身外高人传授了我的功夫 他说让我下个月初在这里等他 他会来这里继续教我 很好 那我就下个月初再来 你们两人如果离开关心广场范围一步 我就灭掉联邦航星所有的人 杀光你谭家所有的人 当然你们也会死 夏至说着 忽然抓出了两枚银针投了出去 两枚有弱牛毛般的银针 清晰无误没入了谭真慢和西黎的前胸处 最后夏至再次一回首 一道根本没有实质的刀刃 直接划过了和西黎一大前来的坎尔的脖子 在坎尔倒下去的时候 依然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死 做完了这些之后 夏至竟然真的转身就走 虽然这些年了 气候环境变得越来越差 很多人都想离开地球 但是治安依然还算是不错 关星广场一下子出了这么多人命 周围的人早就被劝离 整个关星广场也被隔离了起来 参加三星考核的人同样被劝走 整个关星广场 只剩下了联邦航星的工作人员 和卡萨诺、西黎、谭真慢三人 没有用的 我知道你是想再拖延几天 可这夏至已经可怕到我不敢想象的地步 即便是帝人心上的一些凶手 恐怕也不及讨得厉害 关星广场再次静下来之后 西黎吐出了一口血沫 缓缓地说 不是 我知道那个前辈 真的比夏至更厉害 谭真慢急切地说 西黎愣住了 什么时候地球上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强者 好一会儿他才问道 你真的确定那人比夏至厉害吗 你知道刚才夏至怎么杀死康尔吗 那是传说中的内器刀刃 这种东西我一直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 谭真慢闻言 反倒有些不太确定起来 他有些吞吞吐吐地说 那个教我的前辈 应该不会比他差吧 哎 夏至这种强者 如果去了地缘星 我肯定让出地狱角官的位置给他 真不懂 他为什么要留在地球 几人都沉默下来 过了一会儿 西黎又继续说 让那个前辈不要来了 他肯定不是夏至的对手 如果在看见夏至之前 我听到有人能叫出你这样的学生 我肯定上门相邀 可现在他来了 也不过是多一条人命罢了 谭真慢自是摇了摇头 他不会来的 我只是想要拖住夏至 然后我去找他 西黎无语地看着谭真慢 这天底下 居然还有这样天真的想法吗 再说墨无忌这边 坐在副驾驶的女子 打开了车门 对坐在后排的墨无忌 和墨清社说 到了 然为可以下来和我一起进去了 爷爷 这是西关赌场 平海市最大的赌场 也是世界十大赌场之一 墨清澈在墨无忌的身边 小声地说着 经过数个小时的相处 他已经能毫不在意 爷爷这个称呼了 墨无忌点了点头 在他们面前的 是两座看起来 颇有气势的双子大厦 大厦广场上 有十多名保安正在巡逻 两栋大厦之间 有四个字竖着排下来 西关集团 墨无忌并未理睬那名女子 而是直接走向了右边的大厦 她的楚神洛 早已看见大厦里 都是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 而在右边的大厦顶层 正在举行着一场会议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